原标题 女人都是名毛好齿,牙齿洁白自然离不开勤刷牙。 当然,人们清洁牙齿不只是为了美观洁白,更重要的是洗刷掉牙齿上的食物残渣,从而保护口腔。 现在,牙刷已经成为人人必备的卫生用品,不管是在超市,还是在电商平台,一搜一箩筐。 心情铺垫了这么久,小编想说的是,刷了这么多年牙,你知道牙刷是谁发明的吗? 皇帝发明牙刷,他是认真的,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重视牙齿的保护,认真考证起来,牙刷的起源就太复杂了。 不过关于牙刷的发明者,主要有两种说法。 第一种说法第一把刷牙,是我国历史上名孝宗朱佑堂,在1498年发明的。 展开全文红制年间的某天,皇帝朱佑堂吃过饭牙齿菜,使剧烈的疼痛起来。 太医告诉他说,牙疼是因为食物残渣遗留在牙缝之间,食物残渣腐烂后置身蛀虫,所以必须要把口腔内的残渣清理出来。 于是,朱佑堂下令制作一个细长的主板,在顶端挖一排排小口,把朱宗毛洗干净,插到小口里。 这样,世界上第一把牙刷被这位皇帝发明出来了。 看完这个故事,小编感慨皇帝果然是多才多艺少。 第二种说法牙刷是由英国皮匠威廉爱丽丝,于1780年在伦敦首先发明的。 威廉爱丽丝因犯煽动骚乱罪而被投入监狱,他善于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。 一天清晨,他正擦洗自己的牙齿,一个面头突然闯进了他的脑海, 假如用一把小刷子来刷牙齿,是不是更有效呢? 于是,他把骨头磨成一根细巴,在上面钻了些小孔, 然后将朱宗一束束地插进小孔,并将它们修剪整齐。 就这样,乌州的第一把牙刷在监狱里诞生了。 这个故事进一步验证了那。 据话,高手在民间,天才在监狱,买牙刷你还在只看价格。 如今的牙刷花样翻新,声波震动牙刷, 内置摄像头的牙刷,会放歌曲的牙刷, 让人不再觉得刷牙是负担,而是一种享受。 商场超市里牙刷品牌更是让人眼花缭乱, 你知道该怎么选牙刷吗? 当然是选择知名度比较高的品牌啦。 比如,我们常见的高知名度品牌, 就有高路杰、三孝、 Crest加杰式、 5i5a、 贝加杰、 矽齿杰、 金晨、 二号乐齿、 新盛、 黑人等, 之所以选择具有高知名度的品牌, 是因为, 品牌的美誉度, 就代表产品, 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值和整体认知, 也是产品质量的一种保证。 我们常说, 品牌是企业发展的灵魂, 就是说的品牌的无形价值, 是引导消费者进行选购的潜在驱动力, 品牌的知名度, 越高越表示, 产品有保证, 产品的质量高, 又进一步推动品牌的发展, 产生溢价。 所以说你, 现代竞争力就是品牌。 力的比拼, 企业通过注册商标打造品牌, 是生产发展的一条捷径。 牙刷的品质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, 一只好牙刷关乎口气清新, 关乎职场社交, 关乎自信笑容, 所以, 选择一把好牙刷比想象的重要多了。 小小牙刷也能撬动千万级市场中国, 是世界上牙刷生产量最大的国家, 同时也是世界上牙刷消费量最大的国家, 牙刷产量全球第一。 我国牙刷市场除了供给国内市场以外, 还存在大量的出口,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, 众多国际知名品牌的牙刷企业, 开始进入中国, 如今, 已经抢占了国内大部分市场。 现在, 牙刷市场主要分为手动牙刷与电动牙刷两部分, 受到使用牙刷的习惯及电动牙刷价格较高等因素的影响, 我国手动牙刷市市场竞争的主要占地, 占据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场份额, 电动牙刷的市场份额也在逐渐增长, 目前, 电动牙刷拥有百分之八点四六的市场份额, 尤其在电动牙刷市场, 主要集中在菲利普, 博朗等几个国外名牌, 菲利普作为老牌的电动牙刷制造商, 在电动牙刷市场占有大半的江山。 国内产品虽具备价格优势, 但产品属性单一, 在专利的技术上, 也有相当的差距, 缺乏线下渠道的支持, 尚未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, 在自主的知识产权建设上, 尚需花费实质。 相信, 随着消费升级和专利技术的进步, 电动牙刷巨大的市场增量, 被业界看好。 当市场已经有了消费升级的强信号, 必然会吸引更多品牌纷纷进驻。 不管怎么样, 拥有一口洁白结实的牙齿, 是每个人的梦想。 不论牙刷被赋予了多少高科技, 都要牢记, 刷牙的认真态度和正确方法 比先进的刷牙用具更重要。 为了不辜负从古道金牙刷发明和改进者的智慧和心血,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刷牙吧。 来源, 中戏软作者, 刘健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中戏软 meio 中戏京人